广告时间啊 苏律师并不关心法律问题 对 他关心的是 为什么那个男生那么厉害到 女生愿意为他下海 对 那真的是很难耶 对对 我第一次看到你真正的面目 所以是脸都红了 所以你现在人生的目标 就是希望有一天老婆为你下海 但是你的发型一定要改 我们的服装每天要不一样 可是就是很难想象 你看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来没有人为我们说 你一成不变的外形 你怎么让人家对你有兴趣 我们是怎么结束 你去考牛郎还考不上 人家我们是基督长老教会 我们就让人家先祷告 你这么虔诚吗 其实重点不是想不下海的问题 就是说他帮你牺牲到已经 什么都牺牲了 就是说我们很难 我们只能想象说 我们的父母亲 母亲为为我们这样牺牲 可是很难就发现说 有一个人就跟你认识 之后他就会为了你 我为了你下海 我如果是律师 我一定会说 怎么会只判三年半 他说奇怪 有什么这个男的那么有魅力 来阿德告诉他 没有 我觉得是说 你们现在就觉得这个女的 对这个男的很夸张 付出很夸张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夸张 是所有在婚姻里面的付出 都比这个更夸张 你想嘛 他只是为他去下海 对不对 然后跟他 然后只是为他下海 你知道吗 婚姻里面做了还不止这些 你看这个女生为他下海 然后包养这个男生 对不对 就是弄个房子来包养他 也没有说要结婚 只是要跟他在一起 目前只是这样 他就付出那么多了 你觉得我们婚姻里面 付出了什么呢 我们婚姻里面可能会付出说 你打我 我可能还是要忍耐下来 对不对 这个付出被家暴的 暴力的可能 对不对 第二个你不养家里 我可能还要养小孩 照顾家人 所以你现在讲说 老公家暴跟下海 好像是下海比较不严重 家暴比较严重 有时候 所以问你喜欢下海 还是被家暴 两个都不行 两个都不行 不是我朋友 大概是有比较的 我两个都不会要 他为了摧毁婚姻 他故意这样讲 因为这两个都不平等 你要想说家暴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家暴可能就 不止伤害到你的身心 你会被我太太打 还是造成小孩也有阴影 然后长期家里这么紧绷的关系 这有比下海 因为他 下海比较严重 因为女朋友下海 下海是很严重 下海的严重 就顶多是这个女生 你自己自愿的 但是婚姻里面的严重 是一群人都会受影响 你觉得谁比较严重 尤其是小孩 下海比较严重 下海他就等于是 他会跟其他人发生关系 我举一例子 你说下海跟发生关系 对不对 你跟一个你不爱你的人 一直在跟他发生关系 不也跟下海差不多吗 不太一样 你会被我太太打 我也不要下海 我当然知道没有人要下海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女生在感情上 为男人付出这个东西 是没有底线的 是各种可能性都会有的 这是一种状态 这是什么状态 就是说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是用一个角度说 我还占有你的时候 就会走到这个极端 具有可能 因为他不是在在乎说 你有没有得到幸福 他只是在乎自己 也没有拥有什么 那为什么这个牛郎 有办法说 就是他每个月给他那么多钱 然后两个人同居 还只是把他当 每天当恩客 所以这个女生有问题 就像很多男生追女生的时候 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以为我一直送礼物 送礼物 你就会 我就会掳获你的放心 你知道吗 你知道用物质去吸引人 吸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不知分寸的时候 你等于是把你训练成一个很贪婪的人 当我把你变得很贪婪的时候 你对我就手求五度了 那我们两个就一起走到地狱 对 对 要越送越 越好 很多夫妻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 我会爱你一辈子 我对你一辈子忠贞 只要婚后自己都没有做到 不就走到这种绝境吗 对不对 一个一定要拼命的所谎 拼命的讨 另外的拼命的差异 拼命的手求 你说结果会不会被这样 你有很多太太把老公砍死的 所以你就结论台去叫大家不要结婚而已 就这样而已嘛 不止没有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 因为要不要结婚 不是你人可以决定的 我看一般来讲就是说 其实都不是为了自己要去结婚 都是为了别人的期待去结婚的 所以才会那么复杂 就是说好像是为了自己也不是 好像为了别人也不是 就卡在这里 书律师你到底有没有开悟啊 我懂了 就是说其实 我懂了 我真的很担心 律师很轻易就懂这种事情 我真的懂了 你懂什么我来说说 我觉得刚刚阿德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如果这个他愿意下海用钱去供养这个男生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说拿到那个钱很开心 因为那个钱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最重要是感情的交流 他其实不是他们 终点没有在感情上交流 因为如果钱 他这个女生如果给他五十万 他觉得那五十万满足到一百万 不能用钱解决 所以我们也不能羡慕说 我们这样子有人怎样 那应该这样 其实夫妻之间也是不能用钱解决 对 所以有时候拿到钱反而是那种重量 搞不好就很危险 有养家庭的这个责任 但不是用钱解决 其实感觉他们两个的角色在互换 这个女的就相对于像男人 对不对 那个就是一个女人 所以我今天给你钱 很多男生给包养女生 是啊 所以这个女的在包养他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是一种成就感 我今天可以用各种方式 我就是要包养你 我就让你乖乖的 你喜欢被打还是被去那个下海 我干嘛要下海 他讲这个其实有讲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我要吸引你爱我 对 如果没有能力 有魅力吸引你爱我 我又很急 我就可能用其他物质来诱惑你 对 那就很危险 而且日本的文化本来就是他们从年轻的时候 那个圆娇妹这三个字 对他们来讲是最快可以赚到钱的方式 所以那是也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中间 日本文化把AV女優当成是一个正常的 对 真的 就是台湾没有办法接受 对所以我觉得两边是有文化上的不同 但是因为我父亲当了50年的日本相关的台侨 那么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看日本女優那个AV女優对不对 看了你好像觉得 AV女優好像是个职业 你不能让你的亲朋好友知道你在从事AV女優 可是那不是上电视的看起来 泛倒爱逃离家庭对不对 泛倒爱那么为了要去跟男朋友私奔 偷了家里的钱逃跑以后 后来是怎么被知道他的下落的 就是因为他变成AV女優 所以有人看到以后跟他的父母讲 所以那种邻里之间的压力是很大 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他四分之三的血统都是A型 A型的血型比较压抑 保守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可以 311大地震的时候可以每个人排队 有没有 不会吵不会闹 如果在台湾还是中国的话 不会这样子 早就吵了一塌糊涂了 那日本可以这样很压抑 但是就是因为压抑 所以他过度的解放的时候很可怕 所以要不然的话 自然平常很好 一发生就是很可怕的大案子 那事实上这个案子里面 刚刚这个许唐德所说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些女孩子愿意帮她下海 我跑过的社会新闻里面 有一则15岁还是16岁的一个厨绩 然后警方抓到她的时候 也顺手把她的马夫 兼她的应召战的负责人抓到 非常压抑 是一个成年人 是她男朋友 男朋友每天扮演接电话 然后那个扮演一个 载她去应召 然后呢回来 为什么 然后钱再拿给她男朋友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女孩子很开心很快乐 为什么 我是为了爱她 她这样子 她这样做是为了爱她 男朋友更爱她 她很开心 那男朋友通常扮演一种角色就是 花言巧语跟甜言蜜语 女人跟男人有时候不太一样 等一下可以请苏律师讲一下 因为她懂 花言巧语跟甜言蜜语 所以呢 她是在哄她 然后她给她一个可能很虚无缥缈 我记得《海角七号》里面有一首歌里面讲 为了爱你 冥王星都跟你去 但是如果你劈腿 你就去死一死 你知道吗 她如果一旦窃心没去尊 她就撕裂了 这个之间的感情